而搜水油延燒了13天 石藥署長葉明公今天說 黑心食品大廠不怕罰錢就怕坐牢 但是現行的3年或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商人根本就不怕 所以打算要上修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 依法也不能夠一顆罰金 一定要讓黑心工廠的負責人坐牢 讓這些不良的廠商老闆一定要讓他坐牢 所有風暴延燒將近兩個星期 石藥署延義修法方向 既然黑心商人不怕罰錢 就該嚴懲讓他們坐牢 現在5年以下可以一顆罰金 就讓不良廠商有僥倖的心理 所以我們希望 例如說6個月或1年以上 或者7年以下 7年以下的刑法的上限的話 他就是不能一顆罰金 就一定要坐牢 除了嚴懲黑心商人 為了徹底解決食安問題 衛福部將在全國各校園 舉辦300場宣導活動 要讓食品安全教育 向下扎根 今天這個環境並不是一天早上 我個人認為要從文化態度 跟生活上商務來改變 大聲宣示捍衛食安的決心 業民工不忘點名地方政府公布染油店家資訊時 別總是出包 讓店家無辜受害 各地方衛生政府確認清楚以後才公布 我們資訊充分透明 但是要正確不傷害無辜的商家 像是新北市15號就搞了烏龍 把沒染到搜油的芙蓉飯店 也列入了問題名單當中 雖然事後新北市趕緊致歉 業者也不追究 但畢竟商譽 姿勢體大 從地方到中央政府 都應該更繃緊神經 運動TV05號李宗憲 台北報導